得奖的是 大家最关注的最佳新导演奖 本届有《我不是要神》导演文木野 打败众多强敌强势夺下 他自己也有点不敢置信 还没缓过神来 我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帮助 所以我才能拿到这个奖 我觉得我将来的创作 也不能辜负他们 尽量不让他们失望 创作更好的作品 而在电影中和徐珍老师合作 他也透露压力其实有点大 他够大 这个是优点 还有就是说考验的话 就是你不能犯错 不能犯错 这个你要强化自己 对于你自己电影的理解 强化你对于这个东西 他表演的理解 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做到 至少比他在这方面 还要了解他的工作 然后才可以去跟他合作 我甚至知道他的表演 不过这些考验都过去了 再次恭喜文木野成为金马兴瑞导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